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RED 非常感謝你們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繼續minecraft鬼滅模組的影片啦 那上一次我們找斷刀人幫我製作了幾把駐在使用的日輪刀喔 像是炎柱的武器啊 但是他有蠻多還在開發階段的 所以我今天應該是除了用以窩做的血鬼術之外呢 另外兩把刀我還是會做交替使用啊 像是我們封柱的以及我們富剛義勇的刀嘛 那也順便去找看看有沒有什麼對手可以挑戰的 或者是去亂錄一些打架現場來去補刀啦 好啦那如果說你是喜歡這個系列想再看更多的觀眾 記得先幫影片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呢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能不會錯過RED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好那我看一下 啊外面天黑了我們可以出門了 喔對然後有觀眾說我可以採集這些櫻花樹葉是不是 說多採集一些我好像可以去製作隱藏的呼吸法 那我就想說我們就直接來製作看看吧 因為我們上一次也挖到了蠻多的星星飛沙鐵跟星星飛礦石 我們可以製作一把隱藏的日輪刀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 先做個工作台 隨便放吧 蛛絲小姐跟我們的御史郎不在家 這個屋子我隨便用 我們就直接來製作一把空的日輪刀 等一下我都隨便亂擺 因為他隨便亂擺都可以做日輪刀出來 所以亂擺也無所謂 有了日輪刀 這是我們還沒有拿在手上 它不會有任何的呼吸法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把這個櫻花樹葉把它圍起來 就會出現這一個 日輪刀櫻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吧 這就是我們的隱藏呼吸法 有沒有 然後右邊看到就寫了 惡鬼滅殺 超帥 這已經不算是一般的日輪刀了 因為我們一般的日輪刀 是不會寫惡鬼滅殺 但是這一把也有寫 代表應該他蠻強的 那這樣我們又多了一把日輪刀要用了 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放在第四格吧 第一個就是我們主要用的血鬼術嘛 畢竟我們是鬼 所以還是要以血鬼術為主 那刀呢就算是輔助使用的 附近有人在打架喔 哪裡哪裡 我要去補刀 我要去補刀 在哪邊在哪邊 你們打這麼激烈為什麼不找我呢 我們直接跳到樹上去看 那邊那邊那邊 那邊在打架那邊在打架 是誰 是我們的霞柱 霞柱在跟那個 幻月打是不是 我們去幫忙我們去幫忙 來來來來 我這邊多了一個建築物耶 我們大家這邊看一下 來幫忙來幫忙 來吧 通事 幫忙打幫忙打 為什麼我的血量模組不見了 我這樣看不到血量啊 還是我把血量模組關掉了 算了算了我們先打我們先打 等下再來開 亂四 我兩個都打 流閃群光 打爆他們 來啊 快樂不見了是不是 快樂好像不見了 該不會快樂掛了吧 我去哪裡了 快樂你是不是這樣死掉了 你太爛了吧 完了完了完了 喔有了 OK 我順利打敗了霞柱 我想要進去這個是列車吧 我剛才以為是什麼房子耶 結果這個是無限列車是不是 我們直接進去這個無限列車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嘿嘿嘿 哇無限列車耶 裡面有人坐嗎 還是會有藏什麼東西在裡面 會有嗎 不曉得 有沒有人啊 這列車有很長嗎 就這樣一直往前走 然後好像都沒東西的樣子 列車都沒有人 怎麼回事 剛才突然黑了一下 畫面突然黑了一下 這代表什麼意思 有任務嗎 還是什麼 該不會我們要體驗一次 無限列車的劇情吧 欸走到底了 這邊就走到底了耶 完全沒有什麼東西啊 好像還是車頭啊 我們去車頭看一下 哇真的是車頭耶 好酷喔 那前面有寫無限嗎 喔沒有 它沒有寫無限 不過這個村莊 這邊都是鬼耶 這個村莊已經被鬼給佔據了 完全沒有看到其他鬼殺隊的成員 這附近有東西嗎 看一下 有沒有東西勒 喔 欸有兩滴血耶 還有手套 啊三滴血 太多了吧 六滴血 等一下 這邊剛剛是發生什麼事情 下斜一的手套在這邊 所以他們剛才有發生一場激戰嗎 銀柱在這裡 哈哈哈 他沒看到我 先走先走先走 哈哈哈 所以剛剛代表那邊發生一場激戰耶 噴血噴超多的 欸真開心 直接順利撿到血 那我們就把它喝掉吧 有了 鬼化石階段 然後聽說再喝好像可以再增加血量是不是 不知道我們直接喝吧 噢他變成這樣了耶 沒有標示符號了 10上去之後他沒有再標示11了 所以我們有增加血量嗎 不曉得我們現在看畫面上還是兩條血量 但是我們的鬼化已經不計數了 所以他已經不計數了 哎呦我們的上弦2跟上弦3 又再度碰面了 然後蝴蝶人在那邊 我想去打看看蝴蝶人耶 去把他幹掉 看有沒有辦法拿到他的武器 9898 哎呦 坐收漁翁之力就是這個樣子 人家打架 欸 又是你石頭無翼狼 好樣的 你要再成為我的手下敗將是不是 來啊 過來打過來打 哇 鬼星8重新 再一次 鬼星8重新打起來感覺蠻痛的 我們進去打進去打進去打 把他打進這個山洞裡面 他開斑紋他開斑紋了 有很猛喔 開斑紋是不是 先看一下19%血量 19%有在扣嗎 有18% 一次扣1% 有點少 他瞬移他瞬移 有瞬移 你一直瞬移你瞬移要去哪裡 他一直瞬移有點麻煩 喔死了死了死了 欸 順利打敗鑄擊劍士 哇 我終於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打敗一個鑄了 太帥了 不過很可惜喔 沒有拿到他的武器 說到拿武器這件事情呢 我也要講一下 就是很多觀眾都會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 爭論說 喔 要用普通攻擊打最後一項才會拿到武器 拿到道具 這個之前好像已經有講過了 有蠻多觀眾都有留言喔 就是 這個東西已經被作者修改過了 對就是不是說要一定要普攻才拿到道具啊 你放招式也有可能拿得到 一切都只是機率的問題而已 喔 要天亮了是不是 好像要天亮了 不打了不打了先走再說 雖然說我變強了可是 面對於天亮 我還是會害怕 快走快走 先走再說囉 欸等一下我覺得好像有點來不及 天快亮了 我們就躲在樹蔭底下吧 然後 眼前剛好是上弦2 他會不會被燒死啊 如果他被燒死的話 看會不會噴武器 蠻好奇的 喔他被燒他被燒了 有沒有 有沒有噴東西 有噴嗎 啊可惡沒噴 哈哈哈哈哈哈 想說等他被燒死 看要撿東西的 結果沒噴 那我們就在那邊等到天黑吧 欸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煉柱在跟香奈呼對打 他們怎麼回事 我去幫忙 兩個我都可以 兩個我都打 欸受死你們 走開不要擋路 這個爛鬼殺隊隊員 兩隻我都扁 為什麼你們要對打呢 你們不是都是鬼殺隊的成員嗎 兩個我都扁 兩個我都扁 喔炭治郎也來了 炭治郎也來了 我看到炭治郎了 炭治郎也來 錯熱鬧啊 先把煉柱幹掉 他快沒血了 快沒血就幹掉你 好亂 揍死你 有了 順利打敗煉柱 好亂喔超亂的 現在是誰在跟誰打啊 我看到有三哥 我看到有三哥 三哥在跟炭治郎打 來來來來幫忙 來幫忙 我們改拿刀改拿刀 我們用風之呼吸來打 風之呼吸酒之行 我砍 打進來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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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喔 唉唷死了嗎 好像死了好像死了 雖然他沒有噴刀 但是我們還是順利打敗炭治郎 然後這邊又有血 然後滿地的 滿地的武器跟血 欸 香奈呼 來啊香奈呼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你剛才跟煉柱打在一起喔 但是 一樣把你砍死 我用普攻打 我用普攻打 看會不會噴刀齁 來來來 我普攻打你 揮你揮你 我不放招 不用砍的 砍死你 來啊 欸他零%血 為什麼還不死 你開外掛喔 欸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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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普攻也一樣沒噴刀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機率 好不好 機率而已 然後這些東西 都可以把它丟掉了 我剛才有撿到血 直接喝吧 欸又是你啊 圓一靈寺 砍死你 給我刀拜託 呀 狂刷 都只要看到圓一靈寺我就砍 砍死你 給我刀 呀有嗎 還是空的 哎呀 怎麼 欸 這邊有一把刀欸 是這一把嗎 這個是 一般的日輪刀啊 看一下什麼顏色 黑刀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完成了 克服陽光 我拿到黑刀了 OMG 火之神神樂援武 碧羅天 哇 所以這把都是他剛剛噴的嗎 怎麼會噴這麼遠 欸 這裡又有一隻 等一下我先幹掉這根屁蟲 哇 我終於克服陽光了 所以我白天終於不用躲躲藏藏了 來來來我們等白天 我們等白天 剛好要白天了 我們跳到上面去 來吧 我終於克服陽光了 來來來我們來前面一點 太陽出來了嗎 要出來要出來 天要亮了 天要亮了 周圍的鬼 周圍的鬼在扣血了 天終於亮了 我也不怕了 哇 萬歲 萬歲 開心 我們今天完成了鬼化最強的階段 然後又克服了陽光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準備打更多更強大的對手了 那炭治郎呢 我還是要想辦法拼拼看有沒有辦法單挑把他幹掉喔 對今天是跟三哥聯手一起打 打得亂七八糟的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 我想試試看單刷 那至於其他的上顯呢 我也還是要再繼續挑戰 最終的目標當然是看有沒有辦法打敗上顯1 挑戰無產 對因為我們也解除了無產的詛咒了嘛 這個詛咒不知道說有沒有辦法跟無產對戰 對因為鬼碰到無產通常是被秒殺 但是如果說解除詛咒 他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打 又加上我們已經克服陽光了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 好啦有機會 對那這些就是留到後面 再一步一步安排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暫時告一段落 那如果說各位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幫影片點個喜歡 欸幹嘛你幹嘛 我在收尾欸 跑來衝都在鬧 記得幫影片點個喜歡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先來去打那個圓一零四吧 有沒有辦法拿到武器 圓一零四 過來 來吧來吧 你看他真的蠻好打的 直接被我打半血 不過那邊有蝴蝶我們小心一點 你不要過去 你不要過去你過來 你過來 氣死我了 不管這樣 永遠的打 有了 嘿嘿過來啊過來啊過來啊